我們了解到了我們人體的組織和氣的關係。 我們在前面的講座了解到了氣的真實本性。 就是氣作用在腺立體上燃燒了它裡面的糖分, 產生了熱量、動力和電。 氣也作用在基因上使基因變得活躍。 氣就是給你生命的力量。 我們也發現到氣是非常有智慧。 氣似乎非常了解現立體、了解基因。 氣也知道怎樣按著基因的順序來控制基因。 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 用正確的方式來控制基因。 如果時刻表錯了, 我們也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知道氣是非常有智慧。 我覺得中國人非常聰明。 因為他們了解到了氣存在的真相。 我們也明白了氣的本質是真、善和美。 還有信、望、 還有其中最大的是愛。 實際上氣就是愛。 所以你的愛消失了, 一切都失去了它的意義。 你會覺得非常灰心, 你可能也沒有勇氣活下去。 當你開始愛別人, 別人也這樣愛你, 你會覺得非常幸福, 會覺得有力量。 因為愛的氣, 它產生了作用在你的腺靈體上。 我們又一次說氣就是愛。 那你怎麼能夠得到這個氣呢? 你要想得到這個氣, 要用一種非常聰明的辦法, 就是彼此相愛的辦法。 什麼意思是彼此相愛呢? 就是要有饒恕別人的安心。 要去理解別人。 也要對別人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然後氣就來到你的身體。 我並不太確定, 你能夠用自己的辦法, 能夠使氣進入到你的人體。 因為氣是愛。 因為氣是愛。 當你和別人有彼此相愛的關係的時候, 就有了氣。 。 今天,我希望講講關於糖尿病。 糖尿病, 在你身體裡的血糖的含量應該是正常範圍內的。 你從食物中攝取到一定量的糖分。 對於細胞來講, 糖分是主要的燃料。 就像汽車裡使用的汽油一樣。 糖尿病人呢? 血糖一直是高的,下不來。 怎麼回事呢? 因為糖分無法燃燒。 是在哪兒燃燒呢? 是在現代體裡面燃燒。 所以,血液裡的糖分必須進入到細胞裡。 然後進入到現代體裡。 在現代體裡, 現代體會接受到氧氣。 讓我們再看一下這幅圖。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細胞。 這是細胞核。 這是其中的染色體。 裡面有許多的基因。 這是現代體。 糖分要進到現代體裡。 同時還需要氧氣進入現代體。 然後就是這個氣, 產生了熱量、動力、電力。 所以, 糖尿病人的情況呢? 血液裡的糖分不進入現代體。 所以,血液裡的血液含量一直往上。 當血液裡的糖分含量太高的時候, 會變成比較嚴重的疾病。 為什麼? 我們常常提到糖尿病綜合症。 它會影響到眼睛。 最後,糖尿病人會失明。 它也會傷害到你的腎臟。 所以,糖尿病人的腎臟就不能夠很好地過濾。 糖尿病人的下肢也會變得嚴重的麻木。 這都是因為血液裡的糖分含量太高導致。 為什麼血液裡的糖分含量太高, 會影響這麼嚴重的後果呢? 會影響到糖尿病人的病發症。 當血液裡的糖分含量很高, 血液裡的濃度就會變得很高。 當血液裡的糖分含量很濃, 血液裡的糖分含量很濃。 因為它兩邊的壓力不同, 血液會出來了。 血液會出來了。 所以我們看到在細胞壁裡。 讓我看看細胞壁。 有很多細胞的毛細血管。 其實這些毛細血管是血液中最重要的部分。 讓我看看這個畫面。 像這個畫面。 這是主要的血液, 這是毛細血液。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毛細血液受到損害, 這些主要的血液會怎樣呢? 正是通過這些小的毛細血液, 主要的血液才得到了養分。 正是這些小的毛細血液, 它維持著這個大細管的營養的需要。 如果這些小的血液被破壞掉, 然後整個大細血液被破壞掉。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情況會變得非常糟糕。 或是這部份的血液就會膨脹起來。 醫生會把它稱作作 所以,我們會看來這部份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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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這是眼睛裏面的結構, 在你的眼睛裏有很多毛細血管, 這是正常的毛細血管的結構, 這部分變得比較脆弱, 就腫起來了, 它有時候會破壞, 破壞了, 然後血液就出來了, 在你的血管裡會發生這樣的嚴重的溶血情況, 因為在血液裡面糖分的濃度太高, 糖分把細胞裡的水分都抽出來了, 有這部分毛細血管的細胞就失去了水分, 然後血液就會變得脆弱, 最後眼睛裏的毛細血管受到損傷的時候, 眼睛就看到了, 所以人們會失明, 血液裡面的血液會引起脚部的疾病, 所以大家看到, 血液裡面的血液會引起脚部的疾病, 因為在血液裡面的糖分太高, 在血液裡面的糖分太高, 它也會從白細胞裡面抽出水分, 所以這部分白細胞的水分也被抽搭了, 所以大家看到, 它的大胸部的大胸部, 腳的大胸部, 大胸部的大胸部, 也會變得更大, 因為它也不能治療。 所以在很多個例子, 這些人們都需要截肢, 非常嚴重的疾病。 所以要控制自己身體裡的糖分。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 糖分是由什麼來控制的。 我們知道是限力體在燃燒你的糖分。 所以在限力體裡面燃燒著糖分, 就像在汽車的發動機裡燃燒汽油一樣。 你知不知道, 在你周圍的人群當中, 有人整天覺得很疲憂。 他怎麼說自己太累了? 他怎麼說自己太累了? 他怎麼走不動? 為什麼他們整天都這麼累呢? 首先是因為細胞裡面的限力體的含量很少。 大家看到不同的汽車, 一些汽車比較昂貴, 更加有動力。 因為它裡面的發動機器比較多。 比如說一四輪這個牌子。 一四輪這個汽車有更大的能量。 還有四輪這個牌子。 而四輪這個牌子變得非常脆弱。 你開四輪這個牌子上山的時候, 它上的上氣不接下氣。 但是一四輪這個車呢? 它上的很有力氣。 因為它產生了更多的能量。 所以,人類也是這樣。 人類也是這樣。 我們在一個細胞裡面, 大概有三到四百個生理體。 然後大量的能量就產生了。 你就是一個比較有活力的人。 因為你總是產生出那些很好的能量。 但是如果你像這個四輪的車一樣, 你的現立體的含量遠遠低於正常值。 通常人需要三百個。 讓我們說,現在你身體裡只有八十個。 每天都覺得很累。 人們要得到力氣,得去吃東西。 是嗎?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否只能給它更多的燃料, 它就變得更大的動力呢? 只要你現立體的含量是低的, 你還是沒有能量的產生。 那是否能夠增加你的現立體數量的秘訣呢? 大家想知道, 增加現立體數量的秘訣嗎? 有一個辦法。 大家知道答案是什麼嗎? 運動。 有規律的經常性的運動。 經常性的運動很重要。 如果你只是偶爾做一下運動, 身體裡的現立體數量不一定會增加。 比如說,一天走四十分鐘, 走路、游泳都可以。 每一天的鍛鍊, 儘可能地有規律的運動。 然後,你需要產生更大的能量。 你以前從來不做運動的時候, 你做了運動, 現立體就會增加。 在現立體裡也有基因。 發現到這一點也是令人吃驚的。 科學家把它稱作現立體的DNA。 在你運動的同時, 現立體就會分解, 再分解。 有時候你會做馬拉松的跑步。 堅持跑兩個小時, 而且是一般好的速度。 我想, 做馬拉松賽跑的人的現立體道比我多得多。 如果我是A-Cylinder Car, 那這個跑馬拉松的人他就是24。 如果你還要付1萬塊的Dollars, 你可以看到你多少有錢了。 非常快的車,很昂貴。 但是馬拉松賽跑的人出了車禍, 他們在醫院裡待了三個月, 他們的汽車品牌就會往下走, 降到十六,降到十二, 降到十,降到六。 也許三個月後, 他終於恢復健康後, 發現自己只剩下活性了。 他又開始跑起來, 他覺得已經跑不動了。 是不是這樣就絕望了嗎? 當然不絕望了。 如果他重新恢復平常運動, 又開始了他的鍛鍊, 這時候腺力體就會繁殖。 所以我們身體裡是按照需要來生長。 對於他來說, 這時候腺力體的數量又回復到自己。 他又回到了自己以前的車速。 所以我們看到了糖尿病人, 他們的腺力體沒有能夠燃燒血液裡的糖分。 所以大家覺得是什麼樣的人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呢? 是腺力體多的人,還是腺力體少的人呢? 當然是腺力體少的人。 當你身體裡的腺力體的含量很少, 它不能夠充分地燃燒糖分。 那麼什麼人腺力體少量呢? 當然是那些不運動的人。 當你不常規運動的時候, 腺力體的數量會自動減少。 人就覺得疲憊。 然後這個人就覺得沒有力氣運動。 什麼時候要做運動都覺得沒有力氣。 很容易就覺得累。 所以那些人就會討厭運動。 然後你的腺力體的數量更加減少。 所以大家要起來運動。 所以大家要起來運動。 然後來提高這個腺力體的數量。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很容易得到糖尿病。 是不運動的人。 因為他們身體裡的腺力體數量很少。 然後我們看一看。 當糖分進入到細胞裡, 這是腺力體。 這是腺力體。 大家注意到了嗎? 這裡開了一個小門在細胞壁上。 這裡有一個小門。 門是開著的。 然後糖分就進來了。 進到細胞體裡。 大家看到這些細胞體。 科學家們還發現, 在細胞壁上, 在這個小門旁邊有一個門鈴。 就有點像電梯一樣。 大家打開電梯的門的按鈴。 你必須得按鈴。 在一個門鈴。 那是什麼使得門鈴響起來呢? 是胃導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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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了門鈴,門就打開了。 當門開了, 糖分進入細胞體裡。 然後氧氣也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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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燃燒糖分。 然後燃燒糖分。 然後產生了熱量、動力、電力。 是。 科學家們現在已經明白, 為什麼血液裡的糖分會升高。 因為對於糖尿病人來講, 這個細胞壁上的門是關著的。 奇怪嗎? 為什麼這個門是關著的呢? 因為打開這個門的是需要胃導素。 過去科學家們一直這樣以為, 是因為它們身體裡的胃導素的產生是不正常的。 所以認為這是胃藏的問題。 我覺得這大概是今天人們所有的一種錯誤的常識。 所以, 只要對糖尿病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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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這時候, 糖尿病人會想, 是我的胃藏不能正常的分泌胃胃胃胃胃素。 這是曾經的知識。 這是曾經的知識。 今天, 人們不太想像這樣。 這個知識認識太老了, 今天人們已經不這樣去想。 即使對糖尿病人來說, 分泌胃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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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常的。 這些不是奇異的事情嗎? 當時, 孩子在很幼小的年齡, 患上糖尿病, 孩子在六七歲的時候患上了糖尿病,我們會把這類的糖尿病稱作一型糖尿病人。 我現在所說的是後天性的,是二型的糖尿病。 對於孩子來講,患這種一型糖尿病,先天性的這些孩子,是因為他們胰臟出了問題。 在胰臟裡面,分泌胰島素的細胞受到了破壞。 但對於成年人來講,患糖尿病是指的二型糖尿病, 產生胰島素的胰臟並沒有明顯地被破壞掉。 所以醫生們也有點鬧不清楚了。 那些人的胰島素是正常的在分泌著。 那他們怎麼還需要胰島素呢? 這是為什麼? 他們比一般人需要更多的胰島素。 所以科學家們不得不做了許多的研究, 最後他們發現, 為什麼細胞壁上的這個門是關著的呢? 對於健康人群來講, 這個門很容易打開。 只要胰島素輕輕地按門鈴, 門一瞬間就打開了,很容易。 門一打開, 糖分就會進入到線裏體。 隨著這個氣進入到人體, 糖分突然燃燒, 所以就產生了能量, 就成了一個活躍的人。 但是糖尿病人呢? 即使這些糖尿病人的胰島素正常的分泌, 細胞壁上的門鈴還是關著的。 然後科學家們發現到, 原來是細胞壁上的這個門鈴不敏感的。 它甚至有點抵抗這個胰島素的刺激。 所以把它稱作胰島素的抗反應。 也有人把它稱作胰島素不敏感性。 所以醫生會對糖尿病人這樣說, 你的這個細胞壁上的門鈴對胰島素不敏感了。 當然這個門鈴,科學家不這麼講。 科學家們給它一個名字叫胰島素接受器。 所以,胰島素的接受器對胰島素的刺激不再敏感。 但是這個答案還不十分清晰。 什麼使得胰島素的接受器變得如此不敏感呢? 以前很久以來我們都不明白。 最後答案找到了。 Scientists found out there's a strange substance covering this insulin receptor. 我們發現在這個胰島素接受器上面覆蓋了一層有奇怪的物質。 大家看到這個綠色的奇怪的物質了嗎? 因此,即使胰島素在刺激胰島素接受器, 它還是變得非常耻鈍。 這個叫做覆蓋的蛋白質。 這個叫做覆蓋的蛋白質。 是蛋白質蓋住了胰島素的接受器。 那麼這個覆蓋的覆蓋層從哪兒來的呢? 科學家們也不把它稱作覆蓋性的蛋白質。 它有一個這樣的名字。 它有一個這樣的名字。 大家看到了它的名字叫做覆蓋。 覆蓋。 所以,當糖尿病人, 它會分泌出一種黏制性的物質。 它會分泌出一種黏制性的物質。 那這個黏制性的物質從哪兒來的呢? 正常情況下, 沒有糖尿病人, 健康的人, 你沒有分泌出一種黏制性的物質。 可是對於糖尿病人來說呢? 你會產生黏制性的物質。 自己就會產生黏制性的物質。 哈哈,非常有意思。 那怎麼會有新的基因來產生黏制性的物質呢? 你看,我已經跟大家說過, 基因是對於你的需要有不同的反應。 當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有不同的基因。 那身體裡怎麼會有這樣的基因來產生黏制性物質呢? 首先, 人們不運動。 人們不運動的時候, 血液裡的糖分不需要進入到限力體力。 所以,當你不停地運動, 有規律的鍛鍊, 你不停地運動。 你不停地運動。 當你不停地運動, 你不停地運動。 你每次交通工具都是汽車。 坐這個電梯,自己走。 你根本不需要活動, 你從來不需要體重的東西, 因為總有人在幫你服務。 你下了飛機, 你也不想走路, 你站在電梯旁邊, 然後你站在那兒, 其實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每個人都說, 這樣生活多舒服, 我根本不需要走路。 但你知道嗎? 走路其實更加美好的事情。 你走路的時候需要能量, 當你需要產生的時候, 你的能量就會產生。 正因為你在運動, 然後門就打開了。 門必須要打開。 然後胰島素也會敲擊這個門。 發生這一切是需要你斷練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不運動的人, 你不需要能量。 如果你身體裡不需要能量, 身體裡糖分也不需要被燃燒。 接受胰島素的接受器也不需要敏感。 所以身體就產生了這種燃燒。 因為你不總是用門鈴。 如果一個人從來也不運動, 你會有新的基因去產生這種燃燒物質。 所以不運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麼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而且這個原因對中國人顯得更加重要。 我發現中國人做飯,放油比較多。 高脂肪的食物, 其實這個食物真的很差。 高脂肪的食物, 有可能令你的血很粗, 很粗,很粗,很粗。 很粗,很厚。 如果你的腺力體要燃燒這個糖分, 血液裡需要養分。 這個氧分是通過血液裡的毛細血管輸送的。 如果你的食物是高脂肪的, 大家就會看到有這樣一件糟糕的事情。 這是毛細血管的血管。 這是紅細胞。 紅細胞, 又一個紅細胞。 是紅細胞。 這是紅細胞。 這時, 你的血液很粗, 非常清潔。 但當你吃高脂肪的食物, 你的血液變得很粗, 然後紅細胞就黏在一起。 這些紅細胞甚至都不能再活動。 紅細胞都被沾在一起。 它們不再有正常的循環。 所以, 這些細胞就會缺少這個氧分。 細胞裡沒有足夠的氧分的時候, 即使糖分進到腺裡, 即使你的氣進到人體裡, 也不會燃燒這個糖分。 所以, 這就是糖尿病的產生。 因此, 正是因為糖分不能燃燒, 你的糖分也就不需要進入腺裡。 因為氧氣沒有進來。 所以, 燃燒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這個門不需要再打開了。 因此, 燃燒成為不可能的。 所以, 燃燒成為不可能的。 所以,燃燒成為不可能的。 燃燒成為不可能的。 你看嗎? 非常非常興趣。 所以, 缺乏運動, 高脂肪的食物, 所以, 我們也把糖尿病稱為富貴病。 吃更多的肉。 炒菜的時候放很多的油。 然後, 再加上不運動。 每天都坐在汽車裡。 所以, 所以, 沒有運動的這些有錢的人, 都得了這種糖尿病。 然後,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 氣沒有了。 如果這個細胞肥裡面, 這個細胞肥裡面, 這個細胞肥裡面有足夠的氣, 。 氣的真實, 真、善、和美。 但是, 你看看你周圍的環境, 人們都在欺騙你。 你沒有信靠的心。 你每天都在擔心。 在你生活裡沒有很多喜樂。 在你身邊總是有一些邪惡的人要傷害你。 有很多人要破壞你的生意。 然後, 你或許還經歷了離婚。 這一切都與那些良善美好的事情相反。 也是與真理相反。 所以, 沒有足夠的氣進來。 我跟他說過, 氣就是愛。 你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生氣、憤怒、討厭。 氣就被堵住了。 沒有足夠的氣進入到人體。 所以, 糖分就不能夠充分地燃燒。 所以, 身體裡就產生出離島素的粘性物質。 會不會消失掉呢? 當然會消失掉。 如果這基因不再起作用了。 大家看到, 新產生的綠色基因不夠動作的時候。 然後, 你的糖尿病症狀就消失掉了。 然後, 這個門就會變得再次敏感起來。 你看, 你開始運動。 因為你有了健康、好的飲食。 在你的食物裡, 攝取低脂肪、低油的食物。 我會在以後的講座裡, 告訴大家什麼是健康的飲食。 有了健康的飲食。 還有你的常規性的運動。 然後, 還有這個氣, 進入到人體。 真理。 你明白的真理。 例如, 大家有糖尿病人, 在聽講座的人當中, 如果有糖尿病人, 聽完講座的這一刻, 你說啊, 我現在終於明白了, 糖尿病是這樣的。 哦, 粘性物質的基因可以消失掉。 以前活躍的這個綠色的這部分, 現在變得不活躍。 不再有不正常的這種反應。 我的糖尿病會全部治好。 然後, 現在我終於好起來了。 這時候你覺得非常高興。 氣就來了。 更多的氣來了。 這時候你可以對周圍的人好一點。 然後更加明白真理。 更加有了信心和盼望。 你的糖尿病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病。 大家如果以前沒有聽到這個講座, 請你聽聽前幾個講座。 請大家期待著下一次的講座。 拜拜。